这应该是年迈的所谓 最焦头乱额的时候 作为内阁首府 现在四方急奏高级 皇上顺志却在宫里举行佛法道场 为自己病重的宠妃祈福 完全不理会朝政 见祈福一时不见效 宠妻狂魔顺志 直接摘下龙帽脱下龙袍 踢上僧人袈裟 坐在了念经的和尚堆里亲自祈福 希望有奇迹降临 其他大臣都敢怒不敢言 索妮之前去觐见过一次 国家大势军务紧急 都需要皇上拿主意 结果挨了一顿批 索妮啊 你是有其有子之臣 这也是有其有子之君 朕的爱妃与阿哥生死存亡之计 朕无内容坟呢 你们就不肯见谅吗 就不准朕休朝几日吗 退下 现在能押得住官员 押不住问题啊 傲拜及时提醒 皇上和僧人为伍多日不朝 担心下去朝廷大乱 旗帜朝中大乱 天下都要大乱 傲拜 你可有胆量啊 随我闯宫觐见 为中堂马首是斩 索妮横了心 决定带傲拜等人闯宫觐见 在大臣能火急火燎地 赶往城前宫的时候 孝庄太后听到 宫里人声鼎飞的动静 也敢来看看皇上 到底在搞什么 太监不敢阻拦 于是孝庄看到了 前所未有的一幕 顺治皇帝披着袈裟在念经 心中又被又气 看着顺治除了诵经 什么都不顾 孝庄失望地甩开太监 搀扶的手 闭言不发转身 打算离去 迎头碰上了前来 禁见的索妮等大臣 知道了皇帝荒废朝政数日 各部门政务堆积如山 把一个老头逼得 要闯宫禁见 欣慰地感叹 难得这样的忠臣 但是皇帝目前的状态 进去了也是白大 随即吩咐索妮 和敖拜领着内阁接管朝政 改皇上的诸批为内阁的蓝批 紧急公务即发即败 索妮心里也紧张 这相当于自己掌权 稍微不慎万劫不复 但看太后态度坚决 索妮等人只好惶恐地 接过孝庄的意志 孝庄太后现在南娜 一边是病重的孙子 一边是执意向佛的儿子 只能自己撑起这片天 心中万分压力 还不能在大臣面前显露 她也不知道大清的未来在哪 而就在这特殊时刻 病床上的小悬叶又叫着难受 看着病危的悬叶 孝庄只能努力地哄着小孙子 等着她长大了做大事 夸她停时得了头鸣争气 在这万分艰难的时刻 一个不起眼的消息 带来了一丝希望 太监报告一个小姑娘带了草药 想要进宫救小悬叶 已经在宫外跪了一天 得知是苏麻拉姑 孝庄急忙派人带她进来 看着眼前的小丫头 孝庄非常好奇她冒着生命危险 闯红的原因